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大盘上涨的格局之下 并没有任何东西还往下掉 接下来要怎么来观察呢 我们这个工具真的非常重要 今天就要邀请到的是 俊阳头顾真分音器陈宗玄 宗玄你好 叶华你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 宗玄今天这个量的部分 蛮少的658亿 可是还是上涨的啦 对不对 在涨的部分 我们记得上次宗玄就有说的 这纺织股啊 大家都说第四季很强很强 对 没错 就强到你看看今天那个如虹 你今天又再度创下不断新高 而且是涨停板耶 对 可是你还记得吗 你讲另外一档巨阳 不要以为是涨真的 结果真的就往下掉了 怎么样来继续的观察下去 这样被逸华讲完 好像大家投资朋友都以为 是这个巨阳往下掉 是我放空空下 是你放空的 其实不是喔 投资朋友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 强调一个重点 因为市场上面喔 我们就讲说朴硕迷离 尤其在大盘这种低量潮的 一个架构里面 不到700亿 这已经连续三天了喔 都不到700亿的一个架构当中的话 事实上大盘就一套资金的一个理论 所有的个股里面 你要去在这个地方 它要展开这种轮动的架构 它速度是非常的一个快速的 不是说股票 它都一定分得到市场上面的资金 这个是投资朋友来到现在 一定要特别把这个现象 放在心里面的一个重点喔 回归到大盘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今天650几亿的一个架构里面 今天大盘涨了快70点 盘中一度大涨快要接近百点喔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喔 投资朋友另外发觉 在整个上周五的一个架构当中 我们特别告诉投资朋友说 来到这里要注意喔 短线上面空方的力道 开始做出大规模的一个缩减 今天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反弹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当然是要先来扫一下 盘面上面造成今天大盘上涨的主因喔 那今天11月25号 台股影响盘面的主因 还是来自于这个FED 持续 要说这个对于这个QE啊 货币宽松啊 要持续做这个 所谓延迟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就看到 道琼跟标普陆续都创下新高 这讲到FED 这个这一次出来的这个发言人 要持续讲这个货币宽松政策 投资朋友 你还记得这个台股在上波里面 上周四的一个时间点 突然大跌白点了 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在讲说 QE要退场 当时发言的人也是这一个人 他是谁 亚特兰大的这个FED主席 叫Dennis 那连续一个人 同样一个人 两个时间点出来讲话 讲到东西不一样 美股就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走势 对于台股来讲 也都是一模一样 你说有恐怖吗 一句话讲出来 这个一个人讲两句话出来 不一样 这个结局都不一样 那如果说 再来看到下面2到3点的话 其实最近我们在留意 这个外资的一个筹码一直持续偏空 这个可能是市场上面 投资朋友到目前为止 都不想进场最主要的一个主因 你想到说期货空单这么多 对不对 外资连续好几天都大卖台股 这叫我怎么追得下手 对不对 投资朋友当你这样想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我们在礼拜五的一个写点告诉大家 来到这个地方空方八翻 你不要过度追空 因为我们看到空方力量缩减速度实在太快了 那果不其然今天各大报纸上面就出来 这个金融整病公共病的议题 就拿出来又要再谈一次 这今天金融股带头往上一拉的过程架构里面 哇这个把大盘拉着就往前冲 我们就嘎外资的空单 我必须讲嘎的真的不错 但是投资朋友你如果追错股票的 短线上面可能会辛苦一点 这次架构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跟大家谈 那盘面上面还有其他比较大的一个利多的因素 包含说冬季商机啦 还有第三方支付的一个部分 都是目前盘面上面的一些亮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这些亮点 不是要大家短线上面 赶快急着去做追加的一个动作 不是哦 你要搞清楚筹码的一个动向 再做追加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好大盘的一个部分来了 重点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个盘式 在这个亮缩格局架构当中 投资朋友你要特别去先搞清楚 筹码它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这一波里面很多人告诉你说 哎呀这个地方今天弹起来 打第二只脚确立了没有问题 甚至有一派人告诉你说 这弹起来后面再来啦 那其实多空异常分歧的一个架构里面 筹码它唯一能够告诉你的东西才真的哦 那筹码我们要怎么做判断呢 投资朋友来我们来看我们工具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叫波动力道 它是用来判断趋势用的 那波动力道呢 它如果由绿帆代表多方的一个动能转强哦 增加的越陡它涨的越快 那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 加全股价指数如果以日线为基准的话 100以内它是一个区间盘 100以上它是一个趋势盘 那就目前我们在看哦 这个大盘日K线的一个部分哦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空方的一个力道上面 还是大于100哦 这代表说目前还是处于这个 空方格局架构当中哦 是没有改变的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 为什么我们在上周五会领先跟大家预告说 来靠家里卖青菜欧北康 会很容易受伤哦 最主要就是原因来自于说 极短线上面我们看到说 从这个11月20号 当时礼拜五 我们看到大盘啊 只有小涨17点 没有什么涨跌的过程里面 在整个空方的一个力道 减缩的速度之快 当时我们压了一个伏笔高速投资朋友说 来到这里你要特别注意 周一哦 只要一旦波动力道 马上迅速做翻红的话 短线上面都会有强弹的一个可能性 果不其然在整个今天的一个架构当中 我们马上看到说 早上第一笔哦 9点5分 这一开出来 整个波动力道 它就整个来到红色的一个阶段哦 那后面盘是越长越快 越长越快 就一路往上拉 那在这个拉伸的一个架构当中呢 它告诉你 短线上面空单来到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讨得到便宜 同时没有讨不到便宜啊 尤其是在这一周里面 有相当多重要的大事哦 摩台也要做结算 摩台也要做结算 这里多空交战的一个力道 会异常的一个激烈 外资呢 想说我海外还有大规模的空单 开什么玩笑 这个地方你要护是不是 你护看看 我手上我又握有台积电 对不对 同时没有 这一波里面有观看说 11月1号到现在 外资卖超台积电 卖了16万张 我这筹码之重啊 今天台积电还要办 逆市涨一块钱哦 这个我们必须讲 真的也算了不起哦 那我们不是叫大家说 来到这个地方去拼台积电 不是哦 同时没有 外资手上控最多的股票 在未来走势异常震荡 跟激烈过程里面 我们宁可告诉你 短线上面 你要去找内资里面 会用来互盘的 两军交战之中 如果你是选择做多的 麻烦你要站在 幕后这支手这一边好不好 那那支手呢 他会怎么布局 你看今天金融股的一个走势 同时没有 你看金融现货指数 哇这沿路往上拉 要来挑战 波段以来最高的一个高点哦 那在这过程架构里面 今天动用到张银对不对 动用到赵丰金 早上张银公道涨停板的架构里面 很多同时没有 你看张银涨停了 买不到买不到 赶快去买赵丰金 我这朋友不对啦 不是这两档股票 你看这两档股票 纷纷都走开高走低的一个走势哦 因为我们总不能做股票看报纸 有时候看报纸看一看说 哎呦 早上报纸议题上面写 张银要并这个 赵丰金要并张银 要成为台湾的新展银行 我好高兴就跑去买这两支个股票 这这样不对吗 不就是最大力多就最两档 当然不是啊 因为总不能说盘中的时候 我们财政部长张胜何 又跳出来讲说说 没有这一回事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考虑一下 看后面法规怎么修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再来谈 这个架构不对 我钱都已经进去了 所以鱼翁是谁 这个鱼翁当然是 今天里面股价又再度创下 波段新高的2882的国泰金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国泰金的一个走势 国泰金就我们工具上面的一个 走势上面来看的话 今天走势非常的一个强 还原全职的话 又再度创下短线波段以来的新高 沿路往上走冲锋攻击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在筹码方面的话 就是显现的非常的一个漂亮 沿路都有这个持续多方的 一个筹码进驻 那反观过来 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在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投资朋友为什么叫你不要做台积电 短线上不要去碰它 我也知道说台积电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是一家好公司 那短线上面筹码不利于多方 所以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投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 台积电金融个股 当电金双主流 资金动能不足 没有办法一起做发动的过程 投资朋友你要特别去注意 你要去选择最为强势的族群来做操作 相对来讲 你在操作上会比较稳健跟安全 那时间点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除了说这些重型的龙头指标个股 你随时要紧紧抓在手上以外 另外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市场上面利多的消息很多 每天都会有 每天都会有 像上周五的一个架构里面的话 投资朋友还记得吗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提 上周五报纸里面 头百刊最大的 大概就是这个泰林 5466的泰林 那当时说要他处分百慕打南茂的股权 这个讲出来 股价当天也是开到涨停板的一个价位 那今天看起来又继续往下掉了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投资朋友说 来到这个地方 筹码的一个判定 真的相当的一个关键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市场上面 消息议题 它是玩真的玩假的 同时实在 投资朋友你真的怎么操作 很容易吃亏 这是上周五泰林的一个日线图 当时我们在用同样张图 跟大家解的过程里面 特别跟大家讲到11月11号 这主力动能它就翻绿了 主力动能它就翻绿了 那翻绿的一个架构当中 开上去之后 都是没有 今天持续往下测 就要回补短线上面多方的一个缺口 如果说你买很急的 就像今天看到报纸去追张银 去追赵风筋的人 一样 短线上很容易面临到套牢的一个风险 那至于说像刚刚逸华点到的巨仰 这也同样 这也同样 这是我们在上周五特别跟大家提到的 巨仰的一个日线图 当时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说 当纺织指数都已经创下23年以来的新高 市场化到并不上去 冬季商机 像今天 很冷啊 对啊像乳虹啦 对不对 像东河啦 像中千 这种大牛股 今天都有办法攻到长停板 对不对 很强势啊 那理论上巨仰今天应该也要很强势才对啊 结果今天我们看到说巨仰在整个 所谓走势上面 相对来讲就不如其他的个股 就慢慢往下掉 为什么 有人偷跑啦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筹码的一个判别 你可以很明显的抓到说 哪些东西玩真的 你有时候消息面议题出来稍微检释一下过程里面 马上我就知道说这一档个股 这个拉起来有人在偷跑 不然整体算啦 就当着这一档个股的利多不存在 不要去看它不要碰它 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这个是沿路过往我们跟大家追踪的一个概念 那短线上面可能很多投资朋友说 如果叫中选你这样说的话对不对 这个报纸上面讲的东西又不能追 然后这个市场上面消息面 这个是最容易得到的来源 你说这不可以做那不可以做 你要叫我怎么做股票 对不对 同时朋友我的意思是告诉你 你不管用任何方式做股票 你都要有一个方法去追踪到市场上面筹码的一个真实性 就像我们在最近我们在看 这一周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大事件 我敢保证说再下来连续四天的新闻 今天礼拜一嘛 再下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每天都会绕着这个范围走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字卡 这是本周台股的大事件 在今天25号对岸的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终于飞来台湾了 那再下进行这八天的访问 相不相信未来什么桃园航空城的概念 这个会一直是市场上面提的一个重点 那26号是MSCI全重要调整 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像尾盘的部分 有些部分的个股就开始有在动作 28号中国大陆4G的议题 还有摩台要做结算 29号美国感恩节 30号是台北资讯院 同志们讲当你看完以后 我大概已经帮你排完到月底以来 所有新闻的一个大事件 大部分都会露着这个议题跑 但是你要怎么样掌握 领先在这些议题前面 这个就很关键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说 25号陈德明这个海协会长要来台湾 进行八天的访问的过程里面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桃园航空城的个股 一档档往前冲 包含说像远胸港的一个部分 公道涨停板 中贵荣运都大涨 那同志们好 在今天这个架构里面的话 你说今天涨停板不太压制 怎么会晒对不对 又是短线议题 又是进行八天的访问 后面会不会一波大涨涨上去 要看筹码啊同志们好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会建议说 投资人来到这个地方 短线上面的议题 我们就要懂得说用筹码去做检视喔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来做检视呢 很简单我们就打开来看 航空城概念股很多档 很多档 我怎么知道哪一档是长真的勒 就很简单 我们就透过工具上面的这个 看这个最准 对 阻力动能的一个部分来做检视喔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远雄港是不是 对 来看一下远雄港的一个部分 到底现在有没有人在吗 其实就远雄港今天价格的一个走势上 非常的漂亮喔 出现了买进的一个讯号喔 可是话说起来下面往下一看 阻力动能的部分完全没有喔 也就是说奇怪今天买完以后 正常来讲大涨的架构里面 下面要出现很长的红色的柱状体 代表说都放动能都进来 就今天到收盘啦 这个我们一看哎呦 不得了 完全没有买单喔 完全没有买单 那类似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就特别谨慎跟小心喔 我们就会建议说 投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 有部分的这个 所谓桃源航空城的概念个股 有时候有部分的个股 只是反映短线上面的题材 那我们会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个股呢 我们会比较喜欢像是荣运这种个股喔 在今天荣运啦 这个收盘价大概 这个收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K线来看有留一点点的上影线喔 很多人会觉得说 留上影线 没大气 没说大涨停板 这么弱势 但是在这架构里面 投资朋友们有没有发觉说 从这个10月18号开始 买进讯号出现之后 后面主力动能的一个翻红的过程里面 到今天没什么大涨的一个架构 这主力动能成长速度倒是挺快的喔 这很多人会觉得很讶异说 那是这样 没大气 就是你主力动能一直增加 这其实代表说市场上面真正的筹码 它就开始就往多方的动能 就开始一直往这些个股进来 那类似这种个股 我们都认为说 在未来长线上面的一个 架构当中 有实质的买盘进来里面 相对来说操作起来 就会比较安全喔 那我们会建议说 投资朋友不管你面临到 未来每天盘面上面 新闻啊 消息啦 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盘中 有些财经台 当下在跑一些新闻议题的过程 架构里面 不妨先问一下 主力动能的一个部分 它怎么看 这些重码是不是真的进来 针对这些股票 做长线上面的一个布局 那如果不是 那我们就把它视为 短线上面的议题来做操作 相对你在操作上面 那你就 一脚包你就打得真猜喔 你就不会说 随着盘面上面议题 短线起舞 如果说像是 没有好的一个工具的话 像做泰铃啦 做这个巨氧 这些相关的个股 你可能买进去 隔天看美长又冲掉了 就短线上面 面临到财富的损失 那其实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 一直循环下去 你说好嘛 其实也不好啦 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建议 同志朋友 如果你要找一个 适合的一个工具 来帮助你自己 在未来的一个操作上面 不妨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整个一个节目 好 所以中选会持续 帮我们掌握一下 现在市场面的 这个消息太多了嘛 对 没错 不知道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所以中选会 一一带我们来掌握跟分析 不过接下来呢 中选持续在看好的 4G相关的 其实在里面 也有很多诀窍 不是说所有的4G都好 那接下来的发展呢 又掌握到什么地步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答 孤海大人家 有很多东西 不 只有一个 肯定驾驶 很享受 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美丽华高尔夫球场 与您一起为选手加油 美国相机包第一品牌Low Pro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让我的心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 波浪三合一系列 欢迎回到古海大赢家 刚刚钟璇帮我们讲过好多市场上面的消息 很多消息真的很多消息假的 不过我现在来考考钟璇了 你说今天张银跟赵峰的消息 可能没有这么利多 反而这个渔翁最大渔翁是国泰金 那到底张银跟赵峰他们今天的一个筹码面变化是怎么样呢 这个筹码 这个亦华真的问的太好了 这么有心帮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今天有买的 大概都很想了解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一个画面 搭电视的一个画面 这是在今天2801的一个张银的一个部分 来我把画面放大一点 其实张银横盘盘了很久的一个时间 今天突然间利多消息一传出来 直接股价往上一弹升的一个架构里面 其实同志们有没有发觉 早在11月4号 当时我们在做观察的一个架构当中的话 从11月4号开始 它的整个所谓的一个主地动能的一个部分 就一直维持在绿色的一个地方 那一直沿路过来一直整理 这价格都没有跌 可是我们看到空方的筹码 就一直不间断的在做增加 也就是说在往上拉升的过程当中 这空方筹码都没有办法翻多的架构里面 这个利多消息我们就觉得怪怪的 那包含说今天2886这叫赵峰金 这也同样啊 同志们在11月11号的过程里面 我们竟然看到说连迈迅都出现了 那在这一路过程里面 这主地动能沿路都是绿色的一个架构当中 接着往上一拉 很多人追不到赵峰 跑去追赵峰金 后面一看架构不对 那架构不对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 同志们操作起来 你就会特别容易面临到短线上面的一个震荡 那这种震荡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的 来到这个地方 市场上面成交量真的不太够 不到700亿的一个架构里面 你不可能每一支股票都会涨 金融个股里面 我们目前看到资金比较集中的 就像是在整个2882的一个国泰金的一个身上 那类似这种个股它强者 它会持续很强一直走下去 那短线上面 即便有很多个股在跌升反弹的一个架构当中的话 我们也会建议说投资票操作上面要格外的一个谨慎 跌升反弹搞不好就一天而已 就像我沿路过来 我们跟大家追踪的 像是有部分的触控族群的个股啦 那甚至是在面板相关的个股上面 有时候我们都看到 短线上面几涨的一个架构当中 投资票筹码的一个动向 是你急需要去掌握到的一个重点 如果它多方的筹码一直回不来 反弹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建议说投资票你还是要站在调节方 长线上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投资票你还是要专注在业绩 这个比较明显稳定会成长的公司身上 所以有一些部分的族群身上 那相对来讲就会比较稳定 在操作上面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有哪些族群会类似这种走势 这个我们一路过来一直在跟大家报告 4G 4G 我们讲了很久的时间 讲了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以来我们看到说 有很多的4G概念个股 不涨反跌 而且有的跌到稀里哗哗 跌到破底 那很恐怖 包含在最近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像2312的金宝 对不对 投资票今天金宝 我们看到这个及时图的一个走势上面 这就恐怖了 今天盘中一度触及到了 跌停板的一个价位 尾盘稍微有拉起来 那其实投资票你有没有想到上个礼拜金宝有一天 莫名其妙涨停板 对 公道涨停 那个时候我们跟益华在台面上 特别提醒投资票说 这个涨停板它到底为什么而涨 它是因为4G涨吗 还是因为所谓3D列印的一个题材 如果是因为3D列印的一个题材 投资票反映完之后 它再还是会回到基本面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还是会去持续反映出售微保相关的一个利空 那其实在这短线架构里面 我们一直告诉投资票 要避开要避开 为什么我们的一个利基点根据在哪个地方 来我们来看后面的一个画面 这是2312的一个金宝 投资票从讯息开始出来 市场上面很多讯息开始出来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11月18开始看到说 卖讯出现整个下面主力动能 这个全部都是落于空方筹码的一个架构当中 逢反弹的架构里面 我们都会建议说 投资票你就是站在卖方就对了 站在卖方就对了 可是如果投资票里面有一套好的工具 你很有可能在这一天长红的一个架构当中 11月19号 当时反映3D电影的题材 一反弹 搞不好你就追进去了 搞不好你就追进去了 那你如果追进去的一个架构里面的话 盘盘盘盘盘盘几天又往下 投资票你现在心里面又异常的一个召集 那其实在我们在看 只要在这种亮缩格局架构当中 筹码只要一松动 后续研发的这种沙盘的一个力道 是非常的一个凶猛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说 3234的光环 投资票这一档所谓的一个 光纤主动设备的一个大厂 股价又再度往下杀 这4G个股里面很少看到有股票会接二连三的一个崩跌 那光环最近的一个走势就会让我们很担心 因为在这架构里面的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3234的一个光环 好这边哦 早在多久以前 早在11月13号当时礼拜三的一个架构里面 卖讯一出来 后面主力动能随着跟着翻率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股价真的盘了几天以后真的没动呢 一直盘整的一个架构里面 我们就看到有人一直偷偷卖一直偷偷卖 整个筹码呢都一直往空方来做这个靠拢 后面股价就跳水 然后就跳水 今天又再度创下短线波段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其实在这架构里面你说 中选你不是很看好4G吗 你怎么都告诉我们一些净会跌的公司 你敢跟我说会去的啊 对不对 那会去的公司 投资朋友我讲两个礼拜了啦 我真的我讲两个礼拜了 不信的话你上三立财经台 调中选节目这个YouTube的这个袋子出来看 我讲两个礼拜我讲哪几只公司 我讲2388的微胜 投资朋友沿路过来我们再告诉投资人说 微胜来到这个地方它不一样了 在今天微胜再度创下短线波段以来 新高的一个架构当中 这股价突破到30块钱 整数的一个大关啊 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说 有一家公司在大盘从8476点 沿路往下跌跌到8100都破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股价竟然逆势有办法创下短线波段以来新高 凭的是什么 凭的当然是筹码啦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微胜从我们开始介绍过后 投资朋友这不是我在说的 你只要掌握得到筹码的一个部分来说 我们认为你在操作上面 你就特别容易示范功倍 来我们来看一下微胜 这是当初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一个过程 当时是在11月4号 当时我们跟大家报告光满万丈的一个微胜 那报告完之后呢 投资朋友后面盘好盘的盘的 我们还跟大家追踪了一下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包含从微瑞的一个营收 相关的一个利多来跟大家做导读 告诉你说完全不一样了 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还是来自于微胜30分钟的一个 极短线上面的一个买盘 非常的一个强劲 从11月18号开始出现了多方的买进讯号 主力动能翻红之后 累积到现在为止 算一算获利的绩效也超过两成以上的一个水准 那其实类似这种个股会相当的多 包含在我们在先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3704的合情控 今天股价虽然稍微震荡 但震荡的架构当中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如果一看 哎呦 这档个股也创下近期 短线上面的高点 那其实类似这种个股 投资朋友 在大盘没有量的一个过程架构里面 资金它就异常集中在这些强势的一个个股当中 那相对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要尽量紧贴在筹码 它是属于在一个多方架构格局里面的个股 来做操作 相对来讲 我们认为在绩效上面 就会处于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比较 这个操作上面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好 所以这个冬节的部分 今天也是往下稍微掉啦 可是这是在平盘附近 也是不用太担心嘛 对 讲到冬节的一个部分 这个一直没有跟大家 上个礼拜五也没跟大家追踪冬节 那其实冬节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在短线上面 它也是在近期相对于高点的一个价位点 进行所谓量缩的一个震荡整理 那这个量缩震荡整理的过程里面的话 投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 相对来说要比较谨慎一点 为什么 来 我们来看一下冬节日K线的一个部分 这个在我们工具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阻力动能的部分 最近退的比较快一点 整个这个多方的一个动能 慢慢贴近到这个零轴的一个位置点 那当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 代表一件事情 短线上面它要进入到震荡整理了 那如果说它要进入到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的话 短线上面 我们就会开始带领我们会员 早点来做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OK 好 所以刚刚中旬特别提醒 在冬节的部分 有稍微做一个衰退的感觉 对 已经靠近零轴了 要特别注意了 好 我们会持续带您来观察 今天过来大人家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